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本的难度是 因为它从头到尾 都是情感很深的那个戏 所以反而我觉得要小心处理 你感受到那个痛 观众就感受到了 对于这次就是这个IP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一上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情感戏 我希望我爱的人 能够勇敢坚强 继续他的人性 如果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人物 去释放这个情感的时候 可能就会不是那么的自然 可能会跟角色本身就不太像了 他不在了 有恐怖 你该怎么办 他不在了 是他身边的那个人 我有些话想跟他说 是 97年 10月16日 我觉得演一场离别的戏 其实很应景 以至于在我说那一句台词的时候 我就很相信 角色之间的感情 这话非常数不得 于秋南 十次 对不起 我得走了 第二次 第二次 对不起 我得走了 对不起 我得走了 表演老师让何宇表演 用眼睛跟我说再见 我得走了 然后说了十遍再见 每一遍我都感觉 这个人快要消失了 我就心碎了 她的胸膛 她的臂膀 她的脖子往上 我跟沈岳还是很有默契 我们都很信任对方 包括情感什么的 都会就是毫无保留 去释放 她的两个黑夜怎么样 男爵了 那我可以往后退一点 对 你可以 她力度有点猛 你拿 要这样 我来 姿势啊 还柔一点啊 不要完全扑到 她真的撑不住你啊 对吧 你们 在排练过程中 是有一种 她给我多一点 我就能表现出来 更多一点的这种默契 要碰到啊 要碰到 对 对 喂 你抱完 可能说话的 需要离开一点点 将就一下 对不对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是 我们一起看 刘新的时候 刘新华国的轨迹 我觉得 相处之中 还都挺好的 挺融洽的 那对于 去拍立边的戏 是一种帮助 就我们演爱情片 其实目的就是 为了让观众 能够相信爱 愿意付出爱 这就是我们 应该要做到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欣赏 心愿的影片 抱抱人生大戏 高端优粹开启 接下来进入俊乐宝优粹 有机奶粉 无限超越时刻 芒芒芽青年 青年杨葱头和小护士 于秋南 在内心爱着彼此 可却从未表达 就在他们想向对方告白的那天 杨葱头却因车祸意外去世 在杨葱头的洗手下 天使同意让他以保险经纪人 卓志文的身份 回到人间 了结他和于秋南之间的情缘 但在这个过程中 卓志文发现让于秋南 不断回忆起洋葱头 只会让他更痛苦 卓志文临阵脱逃了 打算用萨克斯来作为 他对人间的告别 但他不知道的是 于秋南已经发现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杨葱头 卓志文 你出来 你给我出来 杨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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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志文 你开门 你开门 我知道你就是杨葱头 我不是 杨葱头已经死了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我是保险经纪人卓志文 你知道的 你不是 你开门 你让我最后再见你一面 好不好 你让我再见你一面 行不行 你让我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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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我们一起看流星的时候 流星的轨迹 傻瓜 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在等着你 你不认我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不理我 杨总他已经死了 葬礼你也去过了不是吗 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杨总头 我不仅要忘了他的死 我还要忘记他的火 我快 忘掉我和他一起听过的电台 忘掉我给他捡过的手 都忘了吧 忘了越干净越好 可是我真正爱的人只有你啊 你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分一秒 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分一秒 你能不能够吗 我要八十分钟 我可以看我 我还是要不要 我还会 你不看我 好了 不要哭了 我去给电台打个电话 给你点一首歌好不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给电台打电话了 你好 这里是深夜电台 你好 我想给我身边的人说几句话 你为什么不亲自对他说呢 我 我不知该如何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如此幸运地得到他的爱 当我想继续爱的时候 我就要走了 好 我希望我爱的人 能够勇敢坚强 能够继续他一生的旅程 生命虽挡赞 但我重生无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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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杨总陶